我们现在要做取得资料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取得资料 所以我们才能做后面的事情 你看为什么呢 常用底下 这边都是灰色的 剪下复制贴上都是灰色的 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取得资料 点选取得资料 我给各位的超市范例 是放在下载里面 它是一个以色尔档案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所有的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它第一个预设的档案 只有微软公司才会把以色尔 放在第一顺位 通常我们的资料 大部分都是文字CSV 大部分都是CSV 或JSON或XML 甚至是一个网址 方便你API直接做连接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稍微简单介绍 我们取得资料 甚至还可能取得其他里面 像例如说 你看哦 有可能是取得档案 有可能取得资料库 资料库有很多种 非常多种的资料库 各位一定很关心 当然是微软公司的Seql Server Seql Server资料库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有什么 有Azure 微软公司的云端 那你会说 那为什么没有Amazon 微软公司为什么要写Amazon 听得懂吗 他当时写他自己家公司的Azure 可以吗 好 所以当然也不会有Google公司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线上服务 线上服务不晓 各位知不知道 有很多人在分析什么 Google Analytics 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有很多人在分析脸书 脸书知道说 谁来观看 谁来点赞 然后客户 他的年龄层是什么 或者是他的 已婚未婚 还是男生女生之类的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透过社交平台的软件 来进行大数据分析 好 可是我们现在 重点 我们的范例是Excel 对不对 所以点1 请点选取得资料 然后2 请点选这个Excel 可以吗 当我讲1做什么 2做什么 就是代表你要跟着做 可以吗 好 请点选2 请点选Excel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范例 我们的范例预设 预设的位置 预设开启档案的位置 都是在下载里 因为 因为Power BI它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工具 它认为你的资料都是来自于网路上 网路上资料 你会下载下来 一定是放在你的下载里 所以它预设是在下载里面 有看到吗 今天下载下来的超市范例 然后点选开启 我们Excel是不是会有很多张工作表 其中这边它告诉我说 Excel这个超市范例呢 它有订单 有退货 有销售人员 这三张工作表 所以它后面刮符是不是写了一个三 虽然这字有点小 请各位稍微见面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三 那我们如果要去载入 载入 我可不可以同时载入三张 可以 你就分别打勾 那我现在呢 我只是要强调讲一件事 Power BI可以 依实际的需要 你现在需要什么资料 你就开哪一张资料表 不用每一张都打开 所以点选订单前面的这个小方块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黄色 就想到各位知道 它就会引导你下一个黄色 就是要点它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载入 因为你现在看你的订单资料内容 是不是都正常 所以你当下一步就是点选载入 所以第四个动作 请点载入 第三个动作是要勾选 刚刚那个订单 然后接下来 你就要让它跑 跑到最后呢 你的右边栏位 这边就会出现 订单工作表 以及二十个栏位 名称 可以吗 二十个栏位 二十六八十 二十六八十 二十个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观看 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 你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要先去做资料清理 你这资料正不正常 正不正确 举例来说好了 光是一个订单日期 日期会不会有可能 有人去输入那个民国日期 有人输入西元日期 有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都会产生 我们资料需要去做转换 好 那我给各位的范例 一定都是资料 已经清理干净的资料 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 里面统一都是用西元净 你要记住 如果你拿到的是民国的资料 那么你在做那个资料清理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认识出来 101年就是19 对不起 2012 101年是不是就是2012年 他是没办法对应的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观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好多栏位 那如何分析呢 好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那个前面有一个Sigma 利润前面是不是有一个Sigma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这个利润里面都是数字 就都是数字才能计算 这个Sigma意思就是代表说 这里面都是数字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子类别 它是文字 地区它是文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好多好多种性质 大数据不是说有一个叫做Variable吗 就是那个多变性 多样性 有文字 有数字 有日期 所以这个是订单日期 是不是日期 就是另外一种 你看前面还多加了这个 因为日期 日期算是连续性 连续性的资料 连续性的资料知道吗 例如说 例如说 1月1号过来一定是1月2号 再过来一定是1月3号 这是连续 这不会变的 第一季完毕之后是第二季 第二季完毕之后是第三季 这是不会变的 可以吗 但是请问利润为什么不是连续性 你不能说这家公司跟我现在买 先买100块 然后下次跟我买101块 再下次买102块 有没有这种客户 不可能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利润就是很单纯 就是数字 好 请问在这边 我们的连续型的资料 是不是日期 只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订单 一个是发货日期 好了 我们这里面只有三类 三类型的资料 一种是什么 文字 一种是数字 一种是连续型的资料 日期 请问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分析 大数据分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 我可以分析的东西太多了 举例来说好了 我可不可以取出一个文字 一个文字 例如说 一个地区 我想要分析地区 然后再选择一个数值 数值利润 我可不可以分析 各地区的利润 统计 可以吧 我可不可以分析 各类别的折扣 可以吧 我可不可以分析什么 各城市的销售统计分析 都可以 对不对 请问 我这里面文字有16个 16 其实这个行ID记录 行ID就是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 第三笔记录 那个也是类别 那也是文字类别 好 我这里面有16个 16个文字栏位 4个数字栏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产生 用排列组合的方式 我可以产生 好多好多张统计报表 请问 可不可以产生 文字栏位 是不是16个 取一个 对吧 这是不是组合 是 请问 数值栏位 是不是4个 取一个 请问 这等于多少 你的 国中 就应该要会这件事 但是会随着你的年龄 成长 慢慢都用不到这种观念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边成出来是一个 很多的数字 对不对 假设 不是假设真的 就是64 你要不要把这64张报表 全部赚出来给老板看 要不要 当然不要 你有这么多时间 你三天三夜不睡觉 你老板也不可能花 那么多时间来去看 可以了解吗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 可以分析的项目 太多了 但是 你要挑重点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今天 我要分析 老板最想看的 统计报表 对不对 老板最想要看什么 老板最关心 老板最想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利润 对吧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先分析说 那我 各年利润 得统计分析 这样可以了解吗 请问 最想看的 是不是只有一张报表 对吧 这是大数据分析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你会遭遇的问题 请问一下 我现在我想要做 武汉 我现在已经拿到 假设了 假设我已经拿到 突破多少万 四万多利 对不对 对吧 可是我们只关心 我们台湾就好了 已经十利了 那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 来自什么地方 他即将跑去什么地方 这十个人 会跑去什么地方 对吧 那你关心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喝水 吃什么食物 你分析不完 你一定要锁定 锁定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里面 可以分析的项目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我们要挑老板最想要看的东西 那请问你不知道老板最想要看什么东西怎么办 那你问他 你不是有他的电话吗 你不是有他的LINE群组吗 不是吗 与其你做六十四张报表 给他 给他丢到垃圾桶 还不如先问一下 这样了解 可是你应该知道说 假设你的主管是 那个 生产主管 生产部门的经理 这个时候呢 他关心数量 他关心各子类别产品的销售数量 胜过于到底销售额是多少 有听懂 你要挑重点 重点给他看 好 那 假设当你今天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分析 老板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分析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要去做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 前面是不是有一个数 对不对 其实我们关心的是这些Sigma 我们关心的是这些Sigma 类别的资料 你说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你真的不知道 你老板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举例来说好了 举例来说 假设我现在拿到资料 我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例如说好了 登革日确定病例 确诊病例统计 里面 他就只有一个数值资料 就是确诊人数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关心 各县市的各年的确诊人数 统计分析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样子来去思考 是不是就可以缩小 缩小 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些事 然后 你把你要分析的项目 再去跟主管讨论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而不是说 我已经讨计完毕之后 再去找老板 好 请问一下 我刚讲了几个很重要的结论 当我今天我要如何分析 第一个 你可以去询问老板 他到底想要看什么 当然 当然 你 应该要先做好功课 做什么功课 你要先对每一个篮位 你要先撩络执掌 对吧 你不要老板跟你讲说 我要知道什么 我要知道什么 结果你的篮位通通没有 我想要知道说 那一天的天气 请问这里面有没有天气 没有天气 我想要知道 那天的 例如说NO PM2.5是怎么样 这里面没有这些资料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 所以你要 你要去跟老板讨论 你要稍微知道 第二个 你要知道你的 是一个码 就是数值资料 到底有多少 然后你可以 比较有兴趣 别人要看的资料是什么 很少人会去看说什么 我们公司有几个 纸类别 我们公司跟哪几个城市往来 很少在看这件事 我们会看的是什么呢 主要城市是哪前十个 主要客户是前十个 这样了解吗 了解 好 我只是要真的告诉你们 很重要的这件事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先来做 各年利润统计 知道为什么要做各年利润统计吗 这是不是要做老板最想要知道的事情 老板想要知道销售额统计还是利润统计 利润统计吗 对不对 有听懂这句话 因为 因为你一定要整个逻辑都连贯在一起 你才会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去做 拿到大数据分析 可以做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 好 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呢 首先 首先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先请你把那个画图的主题换一下 我喜欢用那个高对比 这个常用底下一个切换主题 麻烦请把它切换 我个人 我个人喜欢用更多不仅主题里面的高对比 为什么呢 这个会让别人看出来他画图的差异性 好了 来我们 我们来画第一张 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所以 有不要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一 请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这里面这么多张图表 最容易被我们理解的就是这个 群组直挑图 二 在这个地方 群组直挑图 有看到吗 有同学会点到第六个 我现在点的是第四个 群组直挑图 这张图是最容易被任何人看懂的图 就是他 群组直挑图 然后他这边 他是不是会先产生一个灰色币的图 好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是滑锁 这种顺序 接下来是不是要到栏位来做选择了 怎么选 他前面就是有一个框框 就很像那个以色谷枢纽分析的选法 所以就是要选打钩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选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各年利润统计 既然要做各年利润统计 哪一个是跟年有关系的 是不是订单日期跟发货日期 通常我们任列的标准 你在做统计分析下面可能会写一些 Summary 你就会写说 本次的统计是以订单日期为准 还是以出货日期为准 这有不一样的意思 毕竟接到订单到出货这有时间差 可以吗 当然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以订单日期为准 所以请勾订单日期 第三件是请勾订单日期 那他会自动把 因为订单日期是文字 文字就会放到轴 轴知道吗 如果以直角图来说 我的X轴 X轴一定是放类叠 一定是放文字类叠 接下来是不是要再勾利润 第四请勾利润 请问我是不是说 四个步骤就三到五个步骤 是不是就做完了 请问这张图以下是不是也可以很轻松的做出来 对吧 对不对 有看到分析吗 你懂不懂为什么要点2016年 因为我们现在通常 画这张报表的时间一定是在2017年 2017年老板最关心的是2016年我到底赚多少钱 对不对 这样理解吗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希望自动分析 告诉我 我到底是什么纸产品赚最多 哪个客户提供利润最多 这些事情这样了解吗 他全部帮你算出来 好 怎么做呢 滑鼠右键点2016年 知道为什么点2016年 接下来这边我们要看到分析 分析一定这边只会出现说明增加的情形 而不是说明减少的情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2015到2016我的轴放的是连续型的资料 所以他一定会跟前一期来去做比较的自动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点了说明增加的情形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边 我这边已经看到2015和2016之间利润 有9.97%的分析 的成长 对吧 可以吗 来重新再做一次 你第二次出来的就不是那个说明了 就真的是 这一个2016年利润成长 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请问 请问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放置的是不是 子类别 可以吗 他这边第一个放置的 是不是 说明2016年 什么子类别 成长最多 绿色是增加 红色是减少 绿色是增加 黄色是减少 那黄色是什么 其他 其他就是这五名 这五名 之间的 这五名之间的 全部都是其他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成长最多的 是不是书架 你觉得老板想不想知道这件事 当然想啊 他想知道 原来我的书架卖得这么好 这样有听懂吗 还不够 我觉得你的理解 还不能只放在这边 我们这里面 其实他不只是 帮我们分析了 子类别 还自动帮我们分析 你看这边 类别 细分 还有城市 你看城市 城市有看到 还有地区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 为什么他会这样排出来 而且你 我的先后顺序 都是一致的 为什么 他在把重要的类别 先后顺序 呈现出来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吗 你根本就 当你今天 假设 假设 哪些因素 跟利润的成长 利润的增加 最有关系 每一年 这边看到的先后顺序 都会不一样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请问 自动分析好不好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等一下我会一直问你们 接下来我们下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你看到现象 我们很高兴 接下来 你要继续解读你的数据 如果你不会做后面的事情 没关系 只要你会用滑鼠右键点分析 说明增加或说明减少的情景 你就等于已经做完了这件事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到这边下课回家了 我是说真的 这就是自动分析它很棒的地方 你是要做得到吗 你是要根本就没有这项功能 这样了解 这就是它的技术 这就是它的技术 可以吗 有听懂 你甚至可以去玩一下 点一下2015年 是不是也是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对不对 2014年也是 他每一年都可以做这些分析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 而且 假设你未来 有了2017年之后 一样 就是在做这些事 我们接下来 也是要请你 会分析出来这些东西 这才是重点 你不能说 自动分析 大家都已经会做了 结果呢 你不会手动做 因为你还是需要知道你自己的资料 好像还有一种 就像有事 我信仆